美女的愛情 皆さん こんばんは 我今天是日本語先生 郷と申しますが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哇 我們有個先輩在這裏 我今天在這現丑了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皆さん ご飯食べましたか すんたよ すごいですね すんたよ しさみいす 就是 比較平常的說法 就是說 你跟同輩在講的時候 你可以講說 すんたよ 可是呢 如果說 日語分好幾種層次 有尊敬於 然後有平輩講的 然後又對下輩講的 那你如果說要講比較尊敬的話 你就要講 たべました 或者是 跟平輩講的話 你可以講 たべた 那你跟下輩 那你跟下輩 你就可以講 すんたよ 所以 日語難學是難學在這裡 好 我今天也來做一個調查好不好 上個禮拜 54期初級一班 沒有上過我的日語課的同心 請舉手 大概有三分之一 所以 聽過的人 就是說有上過課的人 應該是佔大部分這樣子 那我再調查一下就是說 完全聽不懂台語的請舉手 一位 兩位 三位 三位 三位而已 四位 五位 完全聽不懂嗎 完完全全都聽不懂 完完全全聽不懂的時候 好 情況下 我可能還是要用這個華語來講課 可能有時候會參加幾句台語 沒有關係吧 沒關係 かまいません 大丈夫ですよね 大丈夫です 剛才我一上課的時候 我講了一長串 然後上個禮拜沒有來聽過課的同學 懂不懂我講的意思 好嗎 我解釋一遍好嗎 我剛才跟各位就是 挨沙子打招呼 我說 大家晚安 然後呢 我是今天的日語老師 我姓吳 請大家多多指教 這樣懂了嗎 然後因為上個禮拜呢 我們有教過五十音 然後還有教過簡單的挨沙子 對不對 就是打招呼 然後還有教過姓氏的念法 那今天因為在場還有三分之一的學員 因為沒有上過課 所以我們還是要再講一遍 但是有上過課的同學呢 請問回家有沒有護席 有護席的請舉手 太少了 所以還是上個禮拜教的都忘光光啦 有沒有忘記 沒有忘記的話 那我就請同學上來念喔 好嗎 我這一次要請你們上台來喔 因為上個禮拜有人跟我反應 我們那個直播的同心反應說 我滿常跑 結果那個攝影機跟不上 他說這樣子不行啦 所以我今天都要請大家到前面來喔 好嗎 好 有哪一位要自願上來先念五十音的 有沒有人請舉手 勇敢一點阿 好好好 這位大哥來請請請來 請給他一支麥克風好嗎 好來 這個 這個還沒開 這個還沒開 好 這個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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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めまして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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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下一页 下一页 还有啊 五十音还没念完啊 啊 听得懂吗 我意思就是说他教的好不好 他讲的好不好 好那就讲拍拍手好吗 好 那如果你们觉得说他讲的很好的话 你们要怎么回答 就顺着我的话 我说Georgeですか 这是问句对不对 然后你们就回答说Georgeです 就变成就是第四音下来了 然后疑问句的时候你就上去 第二音就Georgeですか 这是疑问句 然后肯定句的话你们就说Georgeです 那这样子会吗 如果人家问你说 你的日文讲的好不好 你就说Georgeですよ Georgeですね 因为日文还有很多这个 这个尾音就是 内啊 幼啊 那当然这个是 这是女生在讲比较多啦 那男生会讲比较肯定一点的 就是说Georgeです 所以 君の日本語はGeorgeですか 意思就是 君是对一些这个下辈的男生 我会讲君 就说你的日语好不好 那比如说我找一个年轻的男生 这位先生 我问你 君の日本語はGeorgeですか 来请回答 Georgeです 哦 他说Georgeです 给他拍拍手 哦 谢谢 谢谢 好 这样子会吗 我就一边教 然后一边顺便告诉大家 就说有一些简单的绘画 怎么讲 这样好吗 好 那这样子 大家也可以 就是说 稍微学几句 然后回去就可以应用了 好吗 好 那这个五十音还需要再教吗 要哦 没上过课的同学 还需要再教的请举手 还是有很多 好 那我再带各位再念个几遍 这样好吗 好 因为我知道 其实大家有很多都完全没有学过日语 那没有基础的情况之下 当然一下子要你们背起来是蛮困难的 所以我还是带各位再多念几遍 然后让你们更熟悉一点 这样好吗 好 那我们来开始了 好 来 好 好 一 五 八 五 咖 起 哭 啼 哭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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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只 只 提 頭 我忘記說明了 要跟大家說很抱歉 上個禮拜的講義 在匆忙之中編排的時候有搞錯 把這個平假名跟片假名弄顛倒了 所以我今天把他更正過來 很抱歉 然後對新來的同學就是說 我要再解釋一下 這裡有花音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羅馬拼音 那回去呢 你可以看著這個羅馬拼音 你就可以自己把這個音就可以畫得出來 比如說像這裡對不對 A 你就把它唸成A 然後I 你就把它唸成E U 你就把它唸成U A 也是 E 就唸A 然後O 就是O這樣子 然後像這個 兩個字拼在一起就很好拼 這個SA就SA 對不對 SHI就C SU就是SE SE就SA SO就SO 這樣子 這樣子是不是很好記 有沒有 你們也有講E 所以回去的話就自己這樣子拼 然後自己多唸幾遍 你們順便可以把這個平假名跟片假名 如果能夠全部背下來的話 那以後你看到那個日語的Menu 你比如說去吃日本料理 看到那個Menu你就知道他在寫什麼 你也可以唸得出來 這樣好嗎 那平假名跟片假名是怎麼區別 就是說寫法有不一樣 那一般日語都是寫平假名比較多 那這個片假名是用在那個外來語的時候比較多 那你看日文在寫的時候 它會有漢字 然後又這個平假名會混在一起寫 那因為有漢字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台灣人要看的這個 看得懂的這個機率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呢 只要你再把這個平假名先把平假名學會 平假名先學會了 那你就可以唸得出來 唸得出來慢慢的再去了解一下 就說它是什麼意思 那這樣子的話自己就可以練習了 好不好 好 那 阿姨位喔 這個前面這裡 OK嗎 哪一行 這行 這行是片假名就是 它是一樣 其實花音是一樣的 這三行 沙 沙 沙 花音是一樣的 只是它寫法不一樣 那一般日文都是寫這個 比較多就是寫這一行 還有這一行 就是平假名這一行 那片假名是在外來語的時候用的比較多 那所謂的外來語就是說 日文他們從以前到現在的演變就是說 他們用了很多的英語 他們把英語就直接就變成是他們的語言 就單字 譬如說像我們台灣也有那種 我們有外來語 舉個例 我們有什麼外來語 阿米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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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利卡就是 American 然後直接 這是日文 他們叫阿米利卡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直接這樣子翻過來的 但是像這種美國的時候 今天我們也會教 他就是寫這個 他就是寫片假名的 所以這樣子OK嗎 好 那我們再下一頁好嗎 還有沒有不懂的 好 下一頁來 那有人會問說 那有人會問說 這個跟這個為什麼不念 因為在前面第一頁的時候 A-E-U-E-O裡面就有這個 這個就是E-U-E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省略了 好不好 再來一遍 來 那 你 努 你 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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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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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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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懂 看这个罗马拼音 其实就可以拼得出来了 所以其实50音 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对照表 其实你回家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 哎呦 哎呦 这是 sorry sorry 再来下一页 下一页 好来 la ni lu le lo wa oh 好这中间这三个音也是一样 在第一页就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念了 来这个 un un n n就un un 就变成花鼻音了 就un 这样子 好 la li lu le lo wa o 嗯 好 这样50音可以 可以交下去吗 可以下一页吗 还是有人还想要再继续的 想要再念一边的请 哪一个 这个 这个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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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 oh 就一样oh 这个念念鼻音就un un 好 好像刚才有人举手说还要再念一遍 对不对 想要再念一遍的请举手 好好好那就再念一遍就好了好不好 好再从头来 从头来来来来来 a i u a o kakikukheko sas i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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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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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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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利 路 雷 路 哇 喔 嗯 好了 我想应该 还有问题吗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那我们就下一单元 这个单元就是讲到打招呼了 好 这四个字怎么念啊 记不记得 对啊 很好啊 上个礼拜我有教了 叫做 阿伊沙子 然后连起来念就叫做 阿伊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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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伊沙子什么意思 打招呼 好 那就是说我们至少要学会最基本的阿伊沙子 然后呢 你跟日本人 你碰见日本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做 简单的阿伊沙子 这样好吗 好 好 好 记不记得这句叫什么 我要 ор hayyō gozaimasu 好 很多人会问说 为什么点点点点点怎么念啊 对不对 那没有点点的时候这个念什么 ココ 叫的点点叫做左音 有两点的话叫做左音 那这个字就念 然后这个没有点点的时候 念什么 然后呢 有点点念什么 我没有教你们左音 是因为我想说 因为五十音里头出了 那个就是平假名片假名 然后还有左音 还有什么触音这样子 那我想说 不要叫那么复杂 我怕你们搞不清楚 所以我就先教简单的五十音 然后这个我就是 这样子带你们念 然后你们只要懂得怎么说就好了 就先不要把文化讲得那么复杂 那么困难 你们也许会觉得 哎呦好难学 那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要 学会话好吗 就是学简单的会话 这是比较实用的啦 好不好 那这个就念 早上起床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打招呼 对不对 那我们台湾人在家里好像没有这个习惯说起来起来就跟自己家人讲说 早 早好像小伙伴 可是老外是一定有老外就good morning 跟家人会这样子 出门见到陌生人也是一样good morning 那日本人在家里就很有礼貌了 他们也是一样 见到自己的家人都会这样打招呼 然后出门在外看到陌生人 他们也是会这样子 可是还有一种叫 os os是什么意思 也是早的意思 这个是同学 男生同学他们平辈之间 比如说到了学校 然后碰面了 他们就os 这个是男生在讲的啦 女生不讲这个话 这是比较粗的打招呼用法 就是男同学在讲的 那通常呢 我们是女生都会讲 男生有时候会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说同事之间早上碰了面 就会讲 ohayou ohayou ohayou就是平辈之间可以讲 可是你要跟长辈讲话的话 你一定要讲 ohayou gozaimasu 这个就是尊敬语了 就是尊敬语 那我现在教的就是说 都教尊敬语比较多 不要因为你们还搞不清楚 出去了随便跟人家讲 到时候 那天失去人的类就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先不管对象是什么 我们一律讲尊敬语的话 绝对不会换处 好吗 好 来 再来念一遍 ohayou ohayou gozaimasu 你会讲ohayou gozaimasu的话 你要讲ohayou是不是很简单 那你要讲ohayou是不是很简单啊 对不对 所以先学这个尊敬语好吗 好 好 来 你们大家念一遍 来 ohayou ohayou ohayimasu 好 好 很好 好 再来 早安 早安过去之后 早安大概是 我们认识早上起床 大概到中午11点之前 都叫做ohayou gozaimasu 那中午11点到下午的大概5点左右 就叫做午安 kong ni ji wao 叫这个kong ni ji wao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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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ji wao 你若不会念回去自己注音啦好不好 把那个罗马拼音就拿来这旁边上面注一下 那你就慢慢你就会念了 好不好 好 来 kong bang wa kong bang wa kong bang wa 三个音节 好 这个本来是 怎么念 没有两点的时候是念ha 可是有了两点变左音的时候就念ba 所以kong bang wa 什么意思 几点到几点 五点以后 像现在这个时候都叫kong bang wa 到你睡觉之前都叫kong bang wa 好吗 好 再来呢 我们就要睡觉了 对不对 等一下下完课 大家还有一堂这个讨论课 今天的讨论课你们会上到大概10点左右 所以今天礼拜六的课是你们最辛苦的啦 大家要蹭一下好不好 来 O yas Mina s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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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晚安 晚安 睡觉之前呢 要跟家人就讲 O yas Mina sai 就是说我要去睡觉了 这样好不好 那如果说你的家人跟你讲 O yas Mina sai 然后你可以怎么回答 上个礼拜我教过 你可以怎么回答 O yas Mina sai 你可以简单的就回O yas Mina sai 你要讲O yas Mina sai 当然也可以啦 但是你可以简单一点就讲O yas Mina sai 就是家人之间有时候可以比较随便一点就O yas Mina sai 所以呢 所以呢今天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 讨论课完了之后要去睡觉的时候要讲什么 O yas Mina sai 好 再讲一遍 好 再讲一遍 O yas Mina sai 会讲吗 会 等一下下课的时候会讲吗 要睡觉之前大家一定要互相讲喔好不好 Mina sai Mina sai Mina sai 然后咧 Sayo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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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onara什么意思你们一定知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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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家常常会听到对不对 你就算看那个什么日语句啊什么的也都看得到对不对 Sayonara 明天下课要回家的时候要讲什么 这句应该也会讲啊对不对 好 我希望你们这堂课上完之后至少要会讲这几句好吗 好 然后我问一下 等一下下课的时候要跟我说什么 Sayonara Sayonara 跟我说Sayonara 好吗 就比如说你可能下完课你就要 回家的回家的话 因为我们是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还是住在这里啦 但是一般你跟老师上完课之后下课的时候 你一定会跟老师讲Sayonara 对不对 好 然后呢今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要讲什么 明天早上起床碰到同学要说什么 好 明天中午吃饭之前可以讲什么 好 好了 明天到了这个三点半要回家的时候大家一定很兴奋了 对不对 赶快整理行李 我知道今天大家这个拍照已经拍完了 对不对 所以明天一下完课就可以走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很兴奋 然后就要讲什么 好 那这样子 这个I 沙子是不是会了 简不简单 简单嘛 对不对 才这么几句话 你们一定会讲啊 所以我们再来讲一遍 所以呢 这 这里只有五句喔 这五句你们一定要在这两天之内全部把它学下来 回去不会忘记了好不好 那回去呢 碰到人你就讲 管他听不听的懂你就讲 对不对 那人家说你在说啥 你在说啥 你在说啥你就改遍给他听啊 那人家说 诶 赞喔 你去 你去台湾民政务去上了三天课 哇 日文就会讲了喔 那是不是很棒 好吗 要替我们民政务要宣传啊 说我们民政务也有教日文啊 对不对 来这里也可以上日文课 可以学到很简单的会话 因为 我们 台湾的地位是什么 日俗美战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那现在目前是 还是美国占领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主权是在哪里啊 日本嘛 对不对 那将来有一天如果说 我们是 跟日本啊 日台共盟的时候啊 或者是我在我们台湾成立了一个 这个总督府的时候啊 那将来我们的 我们的 官方语言啊 就会有什么 台语 日语 美语 对不对 啊 华语的并者说 不是官方语言 不过我知道大家都会讲啦 所以呢 将来我们所有本土台湾人是不是很很幸运 如果一个人会讲四种语言的话 你转过来 呃 什么 什么转过来 蛤 不要吓我耶 谁在讲话 第二教室的 第二教室的 为什么声音跑来这里 蛤 不要吓人好吗 好 就是说如果以后大家都会讲四国 四种语言 四种语言的话 出去国外的话吓吓叫了 叫做Guato Lingo Guato Lingo 老外都讲Guato Lingo 我以前住在那个蒙特罗的时候 加拿大蒙特罗的时候 那个蒙特罗这个地区 大家都知道它是会讲话语 跟讲英语 就叫Bi Lingo Bi Lingo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会讲Tri Lingo 就是三种语言 那我们会讲四种语言 就更厉害了 所以你到世界各地去 你都不用担心了 这个日语不通 台语不通的地方 我们就讲英语 对不对 英语是全世界都通用的 那其实日语也很好用 日本人很团结 我意大利住了一年 意大利话还不会讲的时候 我也是都讲日语 都是讲日语就可以通了 但我有碰到日本人 但是因为日本人在全世界各地的那种 他们的商务办事处相当的多 然后他们也很会做生意 所以去到世界各地 我们要是会讲日语的话 我们也可以找日本人一起来做生意 对不对 然后呢 台语刚才没说 台语是我们最重要的语言 不可以说台语的 请你 请你 不会讲台语的 请你加油好吗 一定要学会 因为它是我们的母语 当然我知道在座也许还有一些客家人 他们说我们客家话也是很重要 那当然以后我们还是会把我们 比如说我们高沙族 高沙族的语言好像很多种 不止一种 那高沙族的语言 那可能大家学 有机会当然也可以学 但是平地的话就是 可能台语是最重要的 然后还有客家语 要学台语当然是因为大家耳熟能详 所以要学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可是呢 据我了解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根本不会讲台语 这是谁的责任 谁的责任 为什么大家家里的年轻人都不会讲台语 流亡政府 可是家里的父母亲有没有责任 有 我觉得家里父母亲责任很重大 去年我们有开过一次台语文的圆桌会议 在我们一楼那个圆桌的地方 我们的台语教授蒋维文教授 他是成大的台语文的教授 他来开会 然后有很多专家都是台语文的专家来开会 然后呢 就在讲说要推动 可是以我自己的感想 我自己感想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说 语言教育不是只有去学校学而已 小孩子一出生在家里 如果父母亲 阿公阿嬷 你就可以跟他讲台语的话 他就一定会听 因为他每天听每天听 他一定会耳熟能详 尤其是在幼稚园教育之前 如果你不跟他讲台语 其实华语去学校很快就学会了 就像小孩子 你随便把他丢到美国任何一个学校 或者是你把他丢到日本任何一个学校去 他很快就学会这个英语 也很快会讲日语 根本小孩子学习很快 根本不需要你花很多时间 他就会讲 因为他去学校他不会讲 他觉得很辛苦 他很快就会跟小朋友打成一片 然后他就会讲了 但是台语你在家里 你不跟他讲的话 我告诉你 这小孩子真的长大之后就不会讲了 尤其是北部的小孩子 南部的家庭 还有很多会比较会讲台语 可是光是我们这个办公室的同心 就有那种南部来的小孩子 台语也说不定 这不知道什么人会接念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责任推到学校的老师身上去 也不要把责任推到什么教育部去 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家庭教育开始做起 像我们家 小朋友出生之后 我哥哥跟我弟弟的小孩 也是一样 现在小孩子就是 他就是要学习而已 在家里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他说我不会讲 不会讲没关系 我教你讲我告诉你 这句怎么说 我讲一遍你再说一次 就让他repeat 说一次 他如果说什么我就说听不懂 你用台语说 他就会想办法就拼命 我要什么东西 爸妈妈听不懂怎么办 我得不到我要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想办法学 所以我希望就说 在座的童心 甚至是我们所有台湾民政府的童心 大家都能够从自己的家庭教育开始推行台语 日语将来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母语 对不对 所以日语现在就是我们就开始 其实今天这一堂课 一个半钟头真的是学不了什么东西 可是就是我们秘书长他很感兴 他就是说希望给大家能够有一个image 日语到底怎么说 给大家先一个image 先一个印象 让你完全没有接触过日语的人 有一个印象 然后慢慢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在台湾你要看到日语的机会 其实蛮多的 对吧 其实蛮多的 那大家如果有心的话 慢慢去学的话 那将来慢慢的把我们的日语把学好 那对各位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对不对 像我 我是因为我会讲日语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去日本留学 然后呢 我念的是服装设计 日语学校其实我也只念半年而已 那进去学校之后呢 说真的闹了很多笑话 因为其实我的日语基础打得不是很好 所以上课老师讲什么 我也听不懂 回家之后老师说因为我们要量身材嘛 对不对 然后老师就说 明天因为我们又是男女合班 然后老师说明天女孩子要穿西密纸 什么叫西密纸知道吗 就是衬衣啦 日本人他们很有女帽 他们甚至连内在美都很重视 所以女孩子一定要穿战裙衬衣 对不对 那老外是比较open的 他们从来不穿 那现在我们台湾人好像也不穿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是男女同班 你总不能说脱下来就是你的不大脚跟你的三脚裤 很难看啊 对不对 所以老师说要穿西密纸 要穿衬衣 结果我老师讲什么说真的 刚进去我都听不懂 然后呢 公公啊就去学校了 第二天老师说 好开始量身 就同学这样互相量这样 我说蛤 我就看人家就开始脱了 你说蛤 什么要干什么 然后呢 我说蛤 要脱衣服 笑了 还好我们台湾人就是 有穿卫生衣的习惯 那时候是冬天 然后我有穿卫生衣 还好没有出球 所以说语言不同 是真的是会闹很多的笑话 那我的日语呢 也是这样在学校 念了两年 念了两年服装设计 然后我就回来台湾了 那两年的服装设计呢 说真的 学了很多专业用语 专业用语其实 每一种语言都有专业用语 那隔行如隔山 我会的是服装设计 服装方面的专业用语 可是今天叫我来翻这个政治语言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我们的华理论述 那个是很难的 很艰辛的日语 日语程度如果不够的话 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我的程度呢 也只够偏偏大家而已 如果叫我做这个华理论述的翻译的话 对我来说是真的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因为我回来台湾之后呢 我在服装业做了16年 那这16年当中呢 因为我公司的老板 我是中日合作公司 那一个日本老板 一个台湾老板 那因为两个老板 互相不会讲对方的语言嘛 所以我就从早到晚 我就要帮他们做翻译 甚至到晚上吃饭啊 应酬啊 上club啊 都要做陪这样子 很辛苦啦 可是16年下来 我就是每个月都要跑日本 一个月呢 跑个两三趟 是平常的事情 坐翻译就像在 像坐我们的 像坐我们的 马叔 是像坐我们的捷运一样 所以呢 这16年来很庆幸的就是说 没有把日语给忘记掉 因为讲了16年 说真的一个语言 你能够讲16年 你真的是不容易忘记 然后16年之后 我实在是太累了 因为太操劳了 也没有 我们以前服装业 人家是 这个 礼拜六上半天 我们是礼拜六要上整天 然后一直到 周休五日的时候 我们礼拜六还是要上半天 我们就一定要比人 最多时间就对了 不能偷懒 礼拜天呢 只要一出国 一出差我就没有礼拜天 甚至去欧洲的时候 那个时差回来都不能放假 马上进入职场 马上进入公司就工作 出差到欧洲 到华国意大利 有时差嘛 对不对 我们的班机就是 白天出去 到那边早上七八点 进了饭店出洗 换洗完之后 马上就出去工作 坐到晚上 吃完换回来都九点十点了 然后就是这样 每天喔 每天是这样的工作状况 所以我的身体都搞坏掉 所以呢 我奉劝各位就是说 我看在座年轻的也有啦 工作的时候是该工作啦 但是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啦 不要像我这样拼命三郎 算也没赚多少钱 但是身体都搞垮了 所以十六年后我就移民去加拿大 在加拿大的时候 我整理就是说 休息室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啦 人家问我说你去加拿大干嘛 我说不知道 我不晓得干嘛 我说你在台湾这么好 这么好的一个工作 为什么要放弃 我说我再坐下去 我就命就赔掉啦 命赔掉了 所以去加拿大就去住在那个蒙特楼 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我刚去的时候我说奇怪了 这个怎么加拿大 在我们的想象里头 它是个很先进的国家对不对 反正美中嘛 北美一定是比我们台湾还进步啊 可是不然喔 去到那边喔 我们在台湾已经用手机用了 用了用了那时候99年 我在台湾已经用手机用到这样 已经半个手机了 去到那裡喔 手机才刚刚开始在流行 电器用品都比我们台湾还落后 真的是这样子啊 然后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 冬天很冷耶 一下雪 然后又一刮起风的话 你知道零下几度吗 三四十度耶 三四十度 然后大家都问我说 三四十度你怎么生活啊 我说那还是一样生活啊 出门也是出门啊 但是家里都有暖气就对了 所以呢 从这个加拿大回来 我就拿到passport就回来了啦 因为那时候想出国是想说 常常以前出差嘛 常常出国 然后去欧洲 那个passport真的是 visa很难拿啦 就是签证蛮辛苦的 就想说我要是有一本第二国家的护照 那我以后出国不是很方便啦 就是这样去加拿大去做这个移民间 但是呢 现在各位不用那么辛苦啦 我们台湾民政府马上就 我们就可以拿到美国给我们的旅行证件啦 所以大家要加油耶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大家要怎么加油啊 多找一些人 对啊 多介绍一些亲戚朋友来 好不好 把我们民政府的这个四千名 好不好 赶快把它冲到这个标准好不好 四千名是我们的标准 秘书上常常在讲四千名 好 赶快把它冲到这个标准来 那我们可以找日子证好吗 好 好 然后呢 诶 诶 诶 好 好 挨沙子 挨沙子大家会了 来 再来 A项会了 再来B项呢 这也是大家常常讲的 ありがとう 无在います 什么意思 谢谢 这句话也是常常听到 来 すみません 什么意思 对不起 好 然后还有一句叫什么 ごめんなさい 这里面没有写 下次我也写 ご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 什么意思 抱歉 不好意思 那两句有什么区别 すみません跟ごめんなさい 有什么区别 谁会讲 来 会讲举手 知道这两句话的区别 别在哪里 请举手 好 后面那位先生 给他麦克风 请他说明一下 穿黄衣服啦 一个是对不起 一个是不好意思 啊 啊 当一句是对不起 啊 すみません 啊 不好意思 ご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 哦 啊 不好意思 我认为是这样 好 我的解释是这样子 当然他这样子解释 是比较笼统一点 啊 也没有错 我的解释是这样 すみません 就是说 不好意思 譬如说 诶 借过一个 すみません 我们借过一下 都叫 すみません 好不好 就是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个 然后呢 做错事情的时候 要跟人家道歉 要讲 ごめんなさい 所以呢 这两句话 可以区别吗 すみません ごめんなさい 好 比如说小孩子 做错事情了 你要处罚他 然后 他就要讲什么 他做错事情哦 他必须要讲 ごめんなさい 那如果我说 诶 对不起 可不可以借我一支笔 要讲什么 すみません 所以 这两种是有区别的哦 做错事情 是一定要讲 ごめんなさい 就是 我们常常在说 不好意思 这支笔照了 一下 不好意思 照过一个 我们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 すみません 道歉 对不起 这是很正式的 比较正式一点的 抱歉 我们说抱歉 对不起 做错事情了 我做错事情了 我讲错话了 那就说 对不起 ごめんなさい 好 这样可以吗 清楚吗 好 すみません ごめんなさい 好 お願いします 好 这个叫 お願いします 大声一点 大家好像吃饱 都想睡觉了 对不对 都没声音 お願いします おねがいします 好 这句什么意思 拜托 对不对 要拜托的时候 就说 お願いします 像刚才 我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有讲说 劳助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就说 拜托 请多多指教 这样子 这个也是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跟人家打招呼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自我介绍 好吗 就 お願いします 拜托 好 来再念一遍 arigato gozai masu sumi masen onegai shimasu 好 这三句 ok吗 可以pass吗 还不会的 请举手 还听不懂的 请举手 好 好 那可以 来 下一句 いてきます いてきます 好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处音 这个叫做集赛子 刚才我没有念到这个 这念什么字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子是不是比较小 我们就把它叫做处音 那当处音的时候 它就不发音了 它就不发音了 所以叫做 いてきます 什么意思 是吗 我要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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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妈妈跟爸爸打招呼说 我要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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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要走了 这样子 就是走的意思 然后呢 妈妈要讲什么 这两个词在这里都不发音了 所以你就 那妈妈就说 一路平安 一路顺风 这样子 是这个意思 来 再来一次 行ってきます 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好 再来 たら今 什么意思 我回来了 好 那妈妈就会讲说 一路平安 一路顺风 然后呢 回到家里面 门一打开 踏进门里面 就讲 就算你没有看到家里的人 你没有看到妈妈 你也要喊 那是不是家里的人就知道说 有人回来了 不管是谁在家里 对不对 有的人现在回到家里面 都这样 静悄悄的 好像末端鬼 回去 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像我姐姐家 他们是那个套屁 就一二三四楼 然后因为他们家有两个出口 他是 一楼是大门 二楼有后门 他等于是 他有点类似像山坡地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 一楼有门 二楼也有门 小孩子回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一定是在楼下客厅 小孩子回来的时候 就从二楼后面 悄悄就进来 然后我有时候去他家住 奇怪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 他们那些小孩子这样 所以说 人家日本人教育很好 就算你从二楼回来 你也可以喊 讲什么 那你大声喊一下 是不是楼下的爸妈妈 就知道说 哪个小孩回来了 好像末端鬼 悄悄地进来 都不晓得谁回来了 所以这一点其实 我们可以学 这是很好的一个教育 人家有好的 我们就要靠起来 回家可以教育 我们家的小朋友 就教他直接讲日文也可以 就直接教他日文 他无形当中每天讲讲讲 他就背下来 他就记下来了 所以你们自己一定要会讲 你会讲的你的小孩 你每天跟你的小孩讲 讲到最后他就会回你 讲到最后他会学你讲 刚开始他可能觉得说 爸爸你在讲什么 妈妈你在说什么 我听了都没 不过没关系 你也是小孩 他要出门 他如果跟你讲说 妈妈我要上学了 你就说 你要说什么 他说妈妈我要上学了 那妈妈要回答什么 你回来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他跟你讲说 他来妈 那你们要回答什么 对啊 你回来了 对不对 你回来了 这样子 好 这四句是不是也很好用 对不对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就可以运用自如 你把他运用自如 每天这样讲讲讲讲 无形当中就会记下来 家里的家人 他们会受你的影响 无形当中 刚开始讲 他可能都笑你 你在讲什么 你在讲什么 一定会笑 对不对 可是你不用管他 你就每天讲 你每天讲 讲到最后他就问你说 妈妈这句话什么意思 爸爸你在讲什么 那你就可以教 就告诉他 然后你就教他说 你回家的时候要讲什么 或者是你要出门的时候 你要讲什么 你要怎么说 那我就回你什么话 这个语言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这样子教育的 语言其实没有什么困难 只要你敢讲 只要你常常讲 你就会讲了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后 都能够把它运用自如 好吗 好 好 再来 诶 等一下 Itadakimasu 什么意思 诶 开动了 开动了 我要吃饭了 好不好 日本人是这样子 诶 饭菜摆在前面了 然后他们 他们日本人比较习惯在家里 都会吃那个 提食物啦 妈妈就会准备 比如说 准备一个这个乳豆干 每人给你一碟这样子 准备 这个什么 味噌汁乳也是每人给你一碗 就像我们在外面吃定食一样 就是有什么大家都有一份 就是都帮你分好了这样子 然后四个人 比如说爸爸妈妈 两个小孩 做好之后 要等大家都做好之后 然后碗筷都在前面 对不对 然后要开动之前 大家就会讲 Itadakimasu Itadakimasu 就是说好 我们要开动了 这样子 好吗 来 Itadakimasu Itadakimasu 好 然后吃饱饭要讲什么 所以它有很多音节 我如果念一连串念起来 你们可能会跟不上 所以我就分解一下 好 来 五基属 三马 列室 五基属 三马 列室 列室 好 连起来念 五基属 三马列室 好 念三遍 好 很好 好 这一篇很重要 我要让大家 每一句都在念三遍 然后你们 就会有印象 回去就比较容易念得出来 好不好 但是我不念 我要你们念 大家大声一点念 好不好 来 来 来 第二遍 第三遍 会啦 对不对 好 来 这一句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长一点的话 你们可能就是比较 记不得啦 那我们就多念几遍 来 要有自信一点 念大声一点 好不好 好 你念得越大声 你就越不容易忘记了 好吗 来 这一句话 来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好 来 这一句 第二遍 第三遍 好 这一句 第二遍 第三遍 来 一遍 第二遍 第二遍 第三遍 好 来 这一句 第二遍 第二遍 来 整齐一点 整齐一点 来 来 第二遍 来 大声一点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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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好 再来 一遍 來 第二遍 第三遍 好 再來這句 第二遍 第三遍 好 這一句比較長囉 好 來 第一遍 來 來 我唸一遍 大家再跟一次 來 五基礎 三 馬 列 シ タ 五基礎 三 馬 列 シ タ 來 第三遍 好 我請一位志願君來前面 念一遍 好嗎 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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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後面 紅衣服的同行 上個禮拜你也是很志願 來 前面唸 然後你還要順便解釋是什麼意思 好嗎 然後大家自己在下面默唸 看看你唸的對不對 然後你的意思有沒有了解了 好嗎 來 來 是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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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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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ガトゴザイマス 謝謝 すみません 是對不起 ごめんなさい 是道歉的意思 お願いします 請多多指教 拜託 いってきます 要出門 要出門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好像是平安 一路信封 ただいま 我回來了 おかえりなさい 你回來了 いってらっきマス 開飯 ごちそうさま レシ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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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啦 我是說這句的意思是 這句 剛才我好像沒有解釋是什麼意思 ごちそうさまレシタ 就是說 吃飽了 不不不 吃飽飯的時候要講 ごちそうさまレシタ 就是謝謝你豐盛的招待 我吃飽了 謝謝你豐盛的招待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給後面那位童心拍拍手鼓掌一下好嗎 他雖然沒有說完全講對 但是已經有90分了 好 還有哪一位 再來我希望講100分的 有嗎 有沒有 有沒有人可以來講100分的 有嗎 沒有嗎 好好好 來 大哥來 來來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早安 こんにちは 午安 こんばんは 晚安 おやすみなさい 請休息 晚安一休 さようなら再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你 すみません 對不起 抱歉 お願いします 拜託 行ってきます 我要來去啦 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請去 請慢走 ただいま 就是回來了 おかえりなさい 你回來了 いただきます 現在要用餐啦 おやすみな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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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很棒 我們這位 大哥童心 是不是有學過 日本時代有唸過嗎 唸過 唸過 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他日本購100分 沒有關係 我們不是日本時代 我們也加油一下 我們也可以購100分 因為這一篇很簡單 對不對 好 那這一篇這樣子 OK嗎 有沒有不OK的 不OK的請舉手 OK OK 好 那回去大家 請大家把這一篇 アエサツ 好好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好好運用 好不好 希望呢 你們這一篇 アエサツ就可以走遍日本 去日本 去日本的時候就要大膽給他講 就算沒去日本 在家裡也要給他 每天都說 好嗎 每天都說 就變成你的日常用語 那你就永遠不會忘記了 好不好 好我希望 大家以後再來中央的時候 我碰到的時候 希望你們能夠跟我講日語 好嗎 至少這種簡單的 簡單的這種 アエサツ一定要會跟我講 對不對 因為我在中央上班 你們來一定會碰到我 看到我的時候要講什麼 好 沒關係啊 早上就說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對不對 晚上就是 こんばんわ 好不好 等一下要休息的時候 如果看到我的時候也可以 おやすみなさん 對不對 明天要回家的時候 如果有看到我的話 也可以講 さようなら 對不對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下一篇 下一篇這個中國姓氏回家有沒有念 自己姓什麼會不會念 會啦 會啦 自己的姓氏有沒有在這裡面 都有嘛 百家姓應該是都有了 那除了那個高砂童星 你們應該也會有那個漢語的名字 對不對 那至於你們的高砂名字的話 因為那個我們可以私底下在討論啦 那個就是 上課討論會來不及好不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就要講自我介紹 好不好 下一頁 往下面自己介紹那一頁 好嗎 還講一個國名好不好 國名我們就先 先快速的把它帶過 那等一下因為我們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要講到就是說 欸 欸你好 我叫什麼名字 我從哪裡來 請多多指教 所以國名其實 台灣怎麼念啊 台灣 很簡單嘛對不對 我是台灣來的 台灣 我是台灣人 台灣進 那日本呢 日本呢 日本可以唸日本 也可以唸日本 那英文 英文大家都會看啦 那中國怎麼唸 中國 這個是七 七 七 五 九 九 九 兩點著音就唸五 對不對 中國 韓國叫 韓國 台灣叫 台灣 然後呢 接下來你有沒有看到很多 這個叫什麼字 是 是憑假名還騙假名 騙假騙假啦 我的來語就是騙假騙假啦 你們就這樣子記就好了啦 我的來語就是用騙假騙假 所以叫騙假名 那這個騙假名呢 他其實都是英文直接翻過來的啦 他其實都是英文直接翻過來的啦 你會唸英文 你就一定會唸他的這個騙假名的英啦 他都叫 印度 那英文是叫India啦 可是他就叫印度 那我們就說印度印度 那就是印度啊 對不對 印度啦 我們講印度嘛對不對 好 泰 泰人的 泰 泰國嘛 我們說泰國 就泰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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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 土耳其 我们不是讲常常要洗什么土耳其浴 没有啦 你出国当下来说 你要不要洗什么土耳其浴 有没有 是很有名嘛 对不对 土耳其浴 就是土耳其 好 下一页 好 这个是南美 South American 就是Brazil 这个就是巴西 有没有 踢足球的时候 Brazil 日本人会讲Brazil 因为他们的音比较重一点 那英文的话是讲Brazil 英文话音比较轻一点 但是日本人的话音就很重 就讲什么Brazil 然后呢 阿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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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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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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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阿尔...阿尔... 阿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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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阿尔...阿尔... ut...阿尔...阿尔... 有时候把后面这些音就省掉 阿尔...阿尔... assim... 那这些呢 其实呢 你也不用太学啦 你只要会讲英文的话 这是日本的 他们自己在讲这些英文话音的时候 因为英文话音真的是 helfen 真的是有时候你也很难懂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的英文讲得比他好的话 你就直接就讲英文好了 直接就讲英文 不要去学他们的日文话音 什么南米阿富里卡 就是阿富里卡 然后他叫阿富里卡 对不对 Egypt 他叫Egypt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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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叫Egypt 下面 Egypt 英国 Europe 他叫Europe 我念一次给大家听就好了 然后大家不用学 讲英文就好了 France 这比较正常一点 France 法国 德意志 他们叫德意志 中文翻成叫做德意志 汉语叫德意志 就Germany Russia 就是俄罗斯 意大利亚 意大利 西班牙 Portugal 葡萄牙 Portugal Portugal Suits 瑞士 瑞士 欧兰 荷兰叫欧兰 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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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辈 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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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墨西哥也放进去 其实我们叫北美就是美国和加拿大而已 墨西哥应该是叫南美 我们叫南美 他就叫北跟中 他就给他放在一起 美西哥 加拿大这样子 欧西亚尔 这是我们讲澳洲 他们说叫欧西亚尔 这欧洲里亚 澳洲 纽西兰 纽西兰 好 接下来 最重要讲自我介绍 我们只剩下15分钟自我介绍了 大家好学一下好吗 譬如说有两个人 一个叫陈亚婷 一个叫日本人叫做山田就叫山田 那两个人出见面的时候 这个陈亚婷 这台湾人 他就说 初めま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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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第一次见面 比如说跟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是 初めまして 陈亚婷です 陈是不是念近 近什么 对不对 近 那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念的话也没关系 就直接讲说 初めまして 陈亚婷です 日本人也会讲 比如说 我都常常把我的名字 我的姓 我直接就翻成日文 叫做 五と申します 五と申します 跟陈亚婷です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说我会讲五と申します 我姓吴 讲的是很尊敬语 一般我们碰到陌生人 我们都会先用尊敬语讲 所以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是很尊敬的讲话 那一般比如说 平辈之间你要自我介绍的话 你要讲就是说 这样子也可以 你不讲名字 你就直接讲姓也OK 好不好 那再进一步 如果他想了解说 你叫什么名字 那你就写给他看 他也看得懂 你写汉字给他看 他也看得懂 好不好 所以其实自我介绍 其实是蛮简单的 他说台湾から 来ました 就是说我是从台湾来的 我从台湾来的 来ました就是来 台湾から 台湾就是我从台湾来 这样子台湾から 来ました 那你就念你自己的姓好不好 比如说你姓蔡 那怎么念 蔡です 对不对 你姓王的话就 欧です 你姓吴的话就 欧です 还要你姓林的话 就是令 好吗 等一下就念自己的姓好不好 练习一下 有没有不会念自己的姓 利 自己的姓不会念的吗 姓什么 中国姓氏里面通通都有啊 可以自己找啊 找那个花音嘛 有没有 我给你们那一张里头 就是所有的姓都在里面 你就找你自己的姓 怎么发音 你就自己练习 好吗 姓李就是利 好吗 还有什么姓不会念的 自己都会念的 好 来 初めまして 讲自己的姓 5です 你要讲你自己啊 你姓什么 林です 台湾から 来ました 劳僧 よろしく 这句话是不是我刚才 我就自我介绍过了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自我介绍 就是讲这个嘛 我只是没有讲说 我是台湾から来ました 但是我讲说 我是 今日の日本語先生 我是今天的日语老师 你也可以这样子介绍啊 因为我是要介绍 我是今天日语老师嘛 那你跟朋友 碰面的时候 看你想要怎么自我介绍都可以啊 你想怎么说 简单的 好不好 来 初めまして 5です 好 台湾から 来ました 劳僧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好 那是不是两个人在互相介绍 对不对 好 陈亚婷介绍完了之后 那就换这个 山岳的口 换他讲了对不对 那这个山岳的口 他就会讲 山岳的口 劳僧 よろしく 他就讲的就比较简单了 有没有 所以介绍有很多种讲法 那 よろしく就比较平常语 就跟你跟朋友之间就可以这么讲 可是你要讲尊敬语的话 很尊敬 你就会用 劳僧 よろしく 后面就加一个 お願いします 就说 请多多指教 拜托你多多指教 お願いします 就是拜托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请嘛 这个就指教 有西区就是指教 劳僧 就是请指教 拜托你了 这样懂吗 就是说 我是台湾来的 台湾から来ました 台湾から来ました 劳僧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然后这个呢 山田恵子 他就把这个 初めまして就省略掉了 他就直接讲他的名字 山田恵子 那这个初めまして 就是说初次见面 那他就不再用初次见面 他就简单 我就是三田恵子 这样子 劳僧 よろしく 他就说请指教 请多多指教 他就没有再加这个 お願いします 所以有很多种说法 然后看你跟什么对象讲话 你就要自己要去做抉择 好吗 好 我现在要请两位同学上来做自我介绍好吗 请举手 有哪两位要出来自我介绍的 不然我要指名 请举手 很简单 你怎么会讲啊 来来麦克风顺便拿过来好吗 你们两位来过来过来 来到前面来 因为你们两位比较会讲 所以我让你们两位这个表演一下好吗 麦克风顺便带过来 大哥请问你贵姓 我姓杨 杨 那你知道怎么说 那你知道怎么介绍 你知道怎么自我介绍 好 等一下 等一下你就当作你是陈雅婷好吗 你就照着陈雅婷 好 先生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私は洋天林と申します 初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こんばんは 私は洋天林と申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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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给他拍手好吗 好 剩下最后五分钟 我要给大家都有机会练习 好吗 我希望你们 两张桌子 就是前后 前后 前后 两张桌子 前后 然后前排的同学 面对后面 然后呢 比如说你们 你们这两桌有五个人 对不对 然后你就 每个人轮流讲 好吗 就讲 初めまして 好 我在教大家三遍 然后你们就要讲 好不好 好 来 初めまして 初めまして ゴーです 台湾から 来ました ローゾ ローゾ ヨロシク オネガイシマス ヤマタケイコレス ローゾ ヨロシク 好 这一句话 如果不会讲 那就 大家就 练习这一句 好吗 这一句比较简单 好吗 来 来 再讲一遍 不要讲ヤマタ 讲你自己 来 ニンです 塞です オレス チョーです コレ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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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コレス 黄色 黄 姓黄就是コレス 好吗 还有ヨレス 姓羊就是ヨレス 好吗 还有没有谁 不知道自己的姓 怎么念的 塞哦 下 下 下 谢先生也是下 好吗 谢也是下 是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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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ローゾ ヨロシク 好 再讲一遍 讲自己的姓 ローゾ ヨロシク ローゾ ヨロシク 好 剩下三分钟 来 各位同学 向后转 天台的同学 向后转 然后每个人到 轮流讲 就最简单的 最后这一句话 好吗 向后转 然后我要去听 听看看你们讲的 对不对 来来来来 开始开始 哈 转流讲啊 就暂照顺序讲就好啦 对对对 来来来来 来来念一遍快 来怎么说 嘛 我不是 力 力 赖你对吧 然后勒 这句勒 劳 劳 よろしく 对 啊 好 那你要讲啊 不是只有你们 刚才那里 来 让他讲好不好 来 那你们 你们勒 你们勒 来 来来来来 来 是吧 喇 喇 来来 唉 你们四个人 你们四个人 一個一個倫理舞獎啊 來快點 來 伊堆大哥先講 來 你姓什麼貴姓 徐 徐徐秀 劉劉よろしく 好來換你 啊 爛爛爛 很好很好 講得很好 來來來 來 會講嗎 來 有沒有講 有 來講一次看看 講一次看看 那你姓什麼 姓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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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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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劉 姓佛 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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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柳 柳 有没有不会讲的请举手 不会讲的我过去指导一下好吗 好来 你姓什么 我姓氏 氏哦 氏です 私は氏です 氏は氏です 劳劳 よろしく 对 你们还有一种讲法 你们也可以讲说 私は氏です 私就是我 私は氏です 还有哪一位不会讲的 我过去指导好吗 哪一位不会讲的 不会讲请举手 你姓什么 你姓氏说 我今生什么 我吻我的肚子 我跟我姓氏 对对对 你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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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氏 你姓氏 我姓氏 五 我姓氏 說會比較簡單 沒關係 落著就請 請多多指教 よろしく就是多多指教 好 還有沒有哪位同學不會啊 快要下課了 後面了後面了 好好好 謝謝 來來來 來 老師有沒有姓呢 殺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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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也可以唸扣啦 扣 你的姓 你的姓 你 就勒 勒勒斯 就勒勒斯就好 張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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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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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功本 先生 我幫我 非常難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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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嗎 大家練習好了沒 誒 誒 會了嗎 會不會 我們旁邊有小老師喔 我們郭會長也很會講喔 可以問他喔 來來來 我現在才看到郭會長在那裡喔 郭會長也很會講 我們可以問他喔 好 剛才有同學跟我反應說 他說我很厭力啦 厭力就是我很嚴格 他說我這個老師很嚴格啦 我不曉得是不是太嚴格了有沒有 會太嚴格嗎 不會喔 好那請問大家今天有收穫嗎 有 有 回去會不會講 多多少少啦齁 那我希望說齁 我希望說你們那個就是很簡單的 挨沙子 跟自己介紹叫做自己介紹 你們都會講好嗎 回去多多練習 然後呢 就不會浪費你 這一次來我們民政府上課了對不對 你們收穫是不是很多 除了這個華理論述 你們學了很多之外 很多講師的課程 大家都講得很精彩對不對 然後還有學到日語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裡結束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 好 好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皆さん 大家辛苦了 各位